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货面化,大刀之陷,财富下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JB频道 好,目前的位置,比特币一代访,怎么操作,怎么应对 昨天比特币出现比特币几次下跌,从最高价22,800 跌到最低价19,800 短期下跌接近3,000点 2900点 几次下跌,最高最低,跌了12个百分点 非常可怕,非常快速下跌了 那短期来讲,怎么应对,怎么操作 好,我们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视频,请点击我们的影片 下跌接叫社群,一些比较关键的文息,一些补充 都要里面看重要,这里,我们的Discord 还有Telegram,都是免费的,好不好 免费的资源,点击就加入了,打开 这边是我们Discord Discord这边呢,有一个栏位是我们的这个 加入会认条件,条件这里呢,打开 用我们的链接码,点击 之后,点击 注册,新账号,注册完之后呢 注册完之后,把你的UID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好,这边都是我们这个加入审核的群友,好不好 很清楚 相信听懂,那昨天也是在我们这个社区讲过啊 我们在这个直播里面有提到 可以做这个以下方短空 目前也是盈利状态 当然,可以止盈啊,我们在这边 盈利非常区,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昨天是有在这个以下方在1680左右做这样的比空单 短空一笔 目前也在这个盈利状态 但短期来说,目前来讲不建议再做一个追空动作了 理由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讲,等一下详述嘛 空一笔,目前也是盈利的 那短期来说啊 短期来说,怎么去操作 目前,当然是不能追空了 击跌后,不能追空 目前在比特币来说啊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状态 做个剖析 下方的POC价格是在这个19823 稍早是有几乎注意到的 你看,几乎碰到了 它也是我们的618一线 看618嘛 618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20159到这个19979的位置 大致上也就是2万一线 所以2万一线是一个 西里关口 也是一个618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里呢,短期来讲 要跌破会比较难 那我会关注这个地方的位置啊 可能会有一些短多的机会 看它是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区结构 还有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再看嘛,对不对 我们这边看一下 它可能这边只有一个载幅区间整理 这边整理一段时间 上破,对不对 那我这边考虑做多 或者说呢,它不走这样走 它可能,哎 它走这样的一个 跌破失败 那这里去做多 那目标呢,一样拿上去嘛 拿上去 那如果做短多的话呢 这个位置做短多 或者找到短多的机会 目标怎么抓 这些回色618嘛 你可能做一个螺旋 那可能是做到 上半618 大概也是 看一下多少 大概276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做短多的话 你可以拿比目标拿到266 这里,这附近 也是我们前方这里的一个阻力区啊 这个阻力嘛 所以 目标如果拿上去 拿到266也是蛮合理的 所以这附近如果你做得多 可以拿个目标 拿到266左右 好 就是短期操作计划 那我们看一下 稍微大级别一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重要的区域线 把它画出来 从大级别来看嘛 从这个6万9以来的下跌 我们看到日线图 日线图来看 我们是临近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一个支撑线 好 看一下 6万9 4万8 你看 这边是几乎去触碰到我们这个支撑线嘛 对不对 所以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这里的话我们把支撑线做一个微调啊 其实可以当做触碰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大级别来说 这个这条压力线呢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你看 好 这边是有点 扎呀 OK 好 接下来看 你看高点这里 1 2 3 或算一个出点都可以 1 2 目前是第三个 对不对 所以 短期来说 这个地方 这个压力线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那我们看四小图 四小的图呢 如果我们从这里画一条曲线 也是画出来的 看这里 画的白色 你看 大级别 短级别也有条曲线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很关键 就是我们 这边是两条曲线的一个交集 你看 它是个交集 你看 它是个交集 如果说它突破了2万千8 这绝对是可以 有理由 而且 符合逻辑去追量多的 所以2800如果说突破了 是可以追量多 那目标拿到24000以上 所以这里的话非常关键 如果说它能够突破 2800 那这毫无疑问 它会是一个短期 去追多的机会 所以目前来讲 一样短期看反弹 那反弹的目标看哪里 反弹的目标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大概是 抓大概吧 前方2万千6左右 这位置 我们目前来讲是 触碰到28000 打到了 所以目前看反弹 反弹的话呢 看到下跌的28000 假设最低价就是18500了 那反弹的目标 看到2万千6左右 21600基础 21675到2798左右 也就是21600到21800的区间吧 这个红色的相提压力 这个区间 好 反弹之后 如果说它能突破 那突破之后的 突破之后 如果说一笔直接突破28000 是可以追多了嘛 对不对 但是短期一样啊 反弹没那么强 先等待它出现 一些明确的反弹信号 比如说 做出一个整理区 整理区 止跌了 那么在突破整理区上缘的时候 考虑做多嘛 对不对 或者说它挖破前低的时候 考虑去做一个短多 也是可以的 短期一样在这里去等待 短期确实止跌的位置 再去做考虑 好 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了 那么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走势 目前来说 以太坊走势 这里有一条非常肉眼可见 明确的一个支撑线 123处点 也是短期的一个生命线 也是在618达到支撑 对不对 也是618达到支撑 所以这个绿邦 在1550 1546的位置 到1560的位置 这边是短期来讲 以太坊可以考虑去做短多的机会 那止损 你可以参考两个位置 你可以止损短期参考在1548下方 或是在1490下方都可以 所以短期的话 如果你要去做多以太坊 你的止损 参考1548下方或是1490下方都可以 这两个止损点做参考 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 以太坊呢 短期去做空 我认为风险是相对高 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你看 目前呢 资金费率啊 目前 以太坊的这个资金费率 在-0.13 -0.18 是非常非常夸张 非常夸张的一个费率 负费率 基本上短期啊 我可以说 套宝绝对是有 比如说我们 -0.18的一个费率啊 他说市场上大部分都要做空 做空的多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地方 做空套宝的人呢 可能在一部分 那纯粹做空的人呢 也在很多嘛 大家昨天 看到这笔下跌 觉得 利好出镜 想要直接做空 就直接入场空了 所以昨天大部分的人啊 原本是在负0.1左右吧 又更加严重了 就代表说 昨天一笔下跌之后啊 原本没有做空的人呢 也跟着做空了 这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就是说 昨天呢 可能原本是很多人在套宝 就做一个无损套宝的动作 但是看到这一笔急跌之后 很多人呢 直接去试驾这里 直接空 直接看空啊 所以非常糟糕 所以短期的位置 如果是对空的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信号 短期的时候 一样看反弹 反弹目标呢 我们看到上方的一些数码区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 最高加化下来 短期的反弹位 我可能会参考到 参考到 大概1700左右的位置 我问大家至少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也是1670的位置 所以短期来讲 可能会看到这些位置 雷霸的位置 好 所以短期反弹的目标位 因为付费率实在是太严重了 这个地方 除非后续 以下方 这个利好落地之后 他能够把这个费率 很快做一个重置动作 那我可能会费率 就没有一个 看多理由了 至少短期来看 是看反弹的 不论费率 或是这个结构面 都是看反弹 所以短期 绝对不设在这个位置做空的 那如果你要做多 只剩三个两点 1548或1490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画一个 这个 假设在1600路上 你可以把直辰放在这边 注意一下 那目标打到上方 或是你的直辰放下方 也可以 大战也是一个1比1 或是1比 1比1.8的一个随移比 还是可以的 所以公共参考 所以随移比的话 这边 合理来讲 是一个考虑做短多的机会 因为它是背靠支撑线 背靠支撑线 同时也是背靠这个 618一个支撑 好 一万 在短期看反弹 反弹的目标可能看到 上方这个筹码区 1670 或是这些区 1700左右 所以短期的话 一样看反弹 一样反的部分 不论结构或是费率 都是支持 短期去看这样一笔反弹动作的 好 非常详细 非常清晰 相信有听懂一个逻辑 好 以上解析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 更清楚的交集计划 看一些交集会 请相互社区 点加入 这边的话 有我们的更详细的一些技巧 分析 教学 都有 OK 你想学习一起引力 一起教学 一起进一步的部分 都可以加入 都是免费的 好 我们下期 客人见 拜拜 拜拜 抱点个赞 OK 拜拜